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达人 那台股今天盘中还是蛮震荡的 因为很明显的市场资金持续的从传染股 你可以说是停利而出 或者是停损跑掉 那今天长龙部分又跌停满收盘 阳明间也收跌了13块 收在163 资产党股票都从大概230跌下来 跌到150、160 所以短时间之内跌幅真的是蛮重 那另外一个难修难地钢铁股 这个也是全盘揭末 没有几档是涨的 那其实就如我说的 当他们的价格先到底 后来利多不涨 然后寒股一度的成要量到达五成 结果股价是越盘越低 越盘越低 成要比重也开始下降 表示就是一个人气的退散 就表示资金开始跑掉 所以后面 你要再涨回到之前那个高点 我觉得很有困难 因为前面上面那个量太大 要等到人家拉上去给你解套 我觉得那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成要比重一降下来 钱就回头往电子股爬 这就是资金敲满的效应 因为台湾的科技产业本来就占整个 全重的六七成以上 成要比重本来合理上就要占六七成 但前两个礼拜最低降到剩下连两成都不到 所以物极必反再就上来 所以今天仍然是这样子 就从来股跌 旁边股跌 一度的因为跌太凶 连电子股都跟着杀 盘中最多就跌了131点 结果后来 就陆续开始反弹 电子股开始反弹 一度的翻红尾盘 收小涨一点 我还是如我盘中解盘的文章的看法一样 我说现在在一个主流的转换 资金开始从传产撤出 回头再布局电子股的过程 它必然会比较震荡 但传产会是 你发现越震越低 越震越低 当然它不会无限下去 但至少现在趋势是越震越低 科技股电子股是越震越高 越震越高 越震越高 一波比一波高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是一个资金的方向 表示前往这边流 四月份前往传产流 电子股就被打趴一两个月 环玉关铁股喷上天 现在只是刚好颠倒而已 终究资金还是会轮回来 所以从五月底 我就说好好操作电子股 六月份大赚了好多档 通家 伊权 金向光 都三四成四五成 现在七月份 更是电子股的旺季 一堆 七月份要涨价的 然后 因为马来西亚的世界各国 其实疫情很严重 停工更缺货 一涨价毛利率往上跳 而且就进入旺季 下半年的新的产能又到 量价俱扬 后面电子股 我认为非常精彩 非常非常多的标股 所以我们就是一档一档来 一档一档做 我带着大家一个三成 一个三成 一个三成 我们只要 每几个礼拜可以达标一次 一季的时间要翻倍 这真的是很有可能 最看好的标的还是金利科 7月2号礼拜五 杀到312 拉到涨顶板 成交量放大一倍 主力的最后一次把筹码清光光 吃光光 然后隔天 从312就已经涨回到401 只有有三天的时间 375附近 374 376 我们都持续加码 7月8号礼拜四 早盘还买在大概385块附近 尾盘亮灯所涨停411 所以就上去了 429.6 442 458 今天早盘最高是450 那从375到385块上礼拜买的 这都已经大赚了 上礼拜买的都已经大赚了 更不要说去年9月 我们是从76块开始买 你不要想说去年9月 那么久的事情 没有错很久 但我们那时候买的都没有卖 到这一波最高458.5 就大赚了500% 之前最高涨到615就赚更多 我记得是赚了超过700% 还是800% 那个价格会回来的 所以这个500%还会再增加好几百% 然后 我说390到527的卖压是有限的 尾盘一度小翻黑之后 收盘拉起来 收小张两块钱收432 讨论区好像有在说明天可能又要被关 那我个人是没有在算得这么仔细 那关不关我倒是觉得都还OK 因为前面被关的时候是从162涨到433块 涨更凶 关不关我认为不是重点 重点还是在于后面的基本面 何时要发酵 那基本面的部分我们再来谈 那首先就是说 最基本面的部分 成交量的大量套的去在这边 那我说这边量其实没有问题 因为这一边从162块 这附近的低档 其实成交量就已经超过了 那这样看你可能看不准 我们就用周线看 615杀下来的最大的一根量在这边 在这边 那这一根周线的高点488 成交量是20186张 但是杀到162块的隔一周 在低档报的这根大量是26797张 那这一个周量 创下它在周线周量 单周量的历史的最大量 代表就是说 从615杀到162块 隔一个礼拜这边放个大量 上面套牢筹码 其实很多人都已经收不了 在低档都砍得差不多了 只是筹码在这边已经洗得非常的彻底 非常的彻底 所以洗了一轮之后 整个162弹到433 然后盘了一个多礼拜之后 6月份营收就5000多万 比前一个月 7900万就掉了不少 股价就杀到312 就这一根 当天收涨停 拉了21%上去 再度把剩下符合 就清了一干二净 所以经过了两次的大清洗 你说上面还有多少套的筹码 说真的 我个人是觉得很有限的 真的很有限 所以技术面的障碍 我认为其实不大 并不大 所以后续就等待技术面的发酵 那今天早上股东会 那我是还没有 因为什么朋友们 产业界的朋友们都要上班 所以也没有人去 那我也还没有听到 什么任何的股东会的讯息 那据我了解 可能公司还是低调 应该会讲的东西 应该是不多了 应该不多了 我们就看看下午有没有新闻 那我个人的了解是 我们现在要等的就是说 第一个行政电脑的tap out 行政电脑的tap out 因为这个部分从去年到现在 大概中间已经run了大概快一年 中间还追加了蛮多次新的功能 所以设计的内容我就有更改 所以tap out的时间点就 中间就陆续往后演 但这不是设计上有问题 是因为客户应该是要追加一些新功能 那我们预期 如果7月等不到 大概第三季也等得到 就是这个tap out是最重要 最重要 因为一旦tap out设计定案 就表示后面就是要看到量产 而且tap out是一个阶段 它会有阶段性的 权力性的韧列 这些是一大笔 所以这是最大的领图 另外目前我估计有两个新案子 应该maybe已经签了 或者是陆续要签 这还是要等待公司的说明 但是我的了解是有两个案子 而且这两个案子 客户需求都很急 它并不需要像行政电脑 经过长达大概接近一年的 前面的设计的阶段 工程的设计阶段不用那么久 而且是可以很快速量产 只是说后端的晶圆代工 跟基板的产能 目前可能要协调一下 所以这两个新的案子 只要陆续认进来 估计都有机会快速量产 而且后面营收会大补 因为ASIC产业事实上就是说 签约一笔签约金先进来 后面的阶段性权力金还是会有 一旦量产就一颗一颗算 一颗比如说20美元 25美元30美元 就看你的处理器 就是价格多高 难度多高 一旦量产 如果一个月比如说2万颗 3万颗5万颗8万颗10万颗 这是非常巨大的金额 所以这个对营收就会大补 这些东西陆续 我认为第三季都看得到 加上整个基础面的障碍 其实从这边的洗盘跟这边的洗盘 我认为基础面障碍 其实都已经排除了 所以当初我就说5月盖牌 6月盖牌现在已经7月份了 再盖牌这一个月 到8月份 我们就来看看 股价是不是会从这边再去挑战这个高点 我个人是相当乐观的去看待 我很乐观 最近当然就是说盘是比较正大 所有的操作还是维持一个一贯的灵活 就赚完一档换一档 赚完一档再换一档 那比如说益权 7月6号礼拜二 我们在52.8附近 第五根涨停板获利出清 35块买8天时间到52.8 大赚了17.8元大赚50% 完美获利下车 今天盘中最低打到46块 跟着大盘杀下来 但尾盘还是想是翻红到50块7 所以其实盘中我的文章就说 卖52块多打到46、47 其实那个价差已经出现了 这都是我们会考虑在买回来的表底 因为当初告诉你的Apple、双A、Apple、AMD的订单 那个都是确切的 后面陆续基本面都看得到 都会发酵 所以出了漂亮 赚五成 完美获利下车 上车用股票赚到下差 又出了又漂亮 我就考虑再买 当初一全卖掉之后转进通家 92块买到115块半 又赚了27块半 又赚了三成 刚好三成 29.8%吧 而且卖在涨量满附近 所以一全赚五成 通家接着赚三成 又是一个完美的操作 然后卖在涨量满附近 就今天盘中来到101块 卖在109来到101价差18块 所以我在文章中我也说 其实这种快充 未来高速成长的趋势是不变的 短线先赚了三成起来 那只要有相当不错的价差 或者技术面经过一定的整理 这种我会进入 我会再回头再做第二次的操作 或者第三次的操作 因为趋势不是只会走几天一个礼拜 它是会走半年一年 所以你可以来回做很多趟 如果说每一趟都有三成的话 那也不得了 所以三成三成三成 有时候说是一档股票换一档股票 再换一档股票 三档三成 有时候是一档股票三成 然后下一次来回做第二次三成 第三次三成 有很多种方法 那因为我选的都是金平股 所以这些股票都是趋势上的股票 所以卖得漂亮之后 拉回会考虑再买 那一旋赚五成 同家赚三成 100万先赚五成 变1.5 再乘1.3 就变195万 那几乎就要翻倍 几乎就要翻倍 那只要下一档金平股再赚个几% 那这一套事情不就翻倍吗 所以呢 你就是要跟我一样去买那种数字最棒的金平股 我们都不要超之过急 只要稳稳的 一两个礼拜 或者再久一点三礼拜 如果说可以赚个超过三成的话 稳稳的抓个三档 100万就200万 1000万就2000万 所以我们都是这样子在带偶教育成做炒作 而且选的都是数字最棒的金平股 比如说 富丁 在礼拜一最高涨8.5%来到96.8 然后昨天早盘最多涨到100.5元 首度破百 从历史新高 结果昨天尾盘好像电子股都不好 都掉下去翻黑 今天早上反弹掉下去又翻红 强势买盘都强势低接 其实我盘中就发讯息 在大盘跌100多点的时候 就跟我的教育成员说 好股票其实你就是要趁拉回买 不是去追100块的时候 去打到89的时候 你去买很容易很快就会赚钱 因为我跟你讲的数字后面都会发销 所以买盘就强势的低接 一来因为马来西亚停工 所以很多什么电源类的相关的IC 元件或者是被动文件 一堆在那边都有厂 所以就是供货整个更紧 那MOSFET的部分更紧就更缺 所以预计第三季大概7月份 他没有那么多钱 他希望客户就是说你要多少产能 你出你买设备 然后我帮你扩产 我帮你管理 未来这个产能就是你的 所以去年附顶就投资立基电的新产能 8寸厂 7月份这个新产能就陆续到货 现在是有产能的就是大赢家 有产能的就是老大 没有产能的你报价涨 你出货的量充不起来 就是收益有限 但当你报价往上跳 出货也往上跳 两个数字同时加成 而且涨价所带动的营收的增加的幅度 都是多赚的 都是尽力的增加 所以会带动毛利往上跳之后 获利可能就是跳一倍或者两倍再跳 就像今年第一季的Driver IC一样 天狱的敦泰的故事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估计如果7月份的营收 可以跳上4亿 单页EPS将会上看9毛钱以上 大概就跳一倍 后面就进入旺季 这一单月就大概超过一块 明年富顶也是要赚超过10块的公司 以这样子的A4的EPS的设计股 其实股价都超过150 现在这波最高100 目前大概90块钱 股价空间还大 你说涨到150有五成 我们也不用那么贪心 涨到150有六成 我认为在一个 有六七成空间的一个波段里面 抓个三成的操作的绩效 不是一件难事 因为我坚持买的都是有数字的金铭骨 这个就是非常明确的有数字的金铭骨 所以这些好目标其实我在盘中都会不断的跟大家做分享 所以有时候你只是看我的节目 在盘后才看到我的节目 很多在盘中你就可以做相对应的一些动作 其实你都来不及 所以还是欢迎就是说 大家都来参加郑老师的LINE的官方账号 那荧幕上也有 就是这边这个ID 你把LINE里面输入这个小小鼠Star Master 你就可以找到我的LINE官方账号 加入之后 你就可以在每天10点多11点 就可以看到我的盘中的 最热腾腾的解盘的文章 对盘式的判断 对于股票或者是我出了什么股票 或者是我新买了什么股票 能及时跟大家讲的我就会讲 对大家一定有帮助 很大帮助 所以大家都要来加入 比看节目更有时效性 同时在留言郑老师最棒 我就给你一个最大的见面 把我们未来这个礼拜 政要部的最新一档标股送给大家 希望大家就跟之前的一拳一样 通家一样 一波赚个三五成 7月份就可以取到第三季 一开始的一个最棒的成绩单 欢迎加入官方账号 LINE官方账号 输入留言郑老师最棒 就可以得到最新一档标股 等会我们再聊一下股票 好 欢迎回到现场 那郑老师坚持买的 都是数字最棒的精品股 毛利率 盈利率 EPS 成长性 每个数字都是我精挑细学 当这些数字在发酵的过程 你就会发现说 我怎么一拳那么标 通家那么标 之前的金像光那么标 金利科怎么可以赚五倍 都是一样的模式 那一拳卖完换通家 通家卖完我们陆续做一轮新的布局 其中一档 礼拜一就买了点序 礼拜一就亮灯涨停 我记得礼拜一还买135吧 礼拜二继续加码 礼拜二涨停最高来到152 早盘又来到新高153才拉回 那趁着下跌我们再做加码 其实我的操作模式 我跟交流成员讲的都很简单 就是说这种有舒适的股票 趁拉回你满你很快就会赚钱 虽然尾盘是收跌4.5 但这个150几块的股票 跌个4块半 这只是小小小波动而已 但是趁拉回满 你可能明后天很快就会赚 因为内的Ctrl IC 严重缺货 7月份估计再涨20% 这涨到幅度比multified 而且它也是一样 上半年order的新的晶圆代工产能 新晶圆7月陆续到货 后面越到越多 加上涨价效应量价巨扬 跟负顶的状况一模一样 而且它的涨价幅度更大 晶圆到货的幅度也更大 所以我们估计 7月份估计说跳升25%上去 从1.6有机会看到2亿 8分将大增7、8成 maybe 2亿要再跳3亿 就看到时候实际出货状况 但是爆发力已经展现 毛利率51%再向上跳 第三季估计要赚超过4块钱 4块半以上 这样的股票 这种数字 这种表现的公司 是这一股200块以上的比比皆是 所以你说买135要赚三成 我认为真的没有太大的困难 另外还有一档7月币买金银股 这我还没有要公开 也是缺货涨价 新产能6月量产 后面产能越拉越大 这波也是要快速飙涨三成 所以这些都是最棒的股票 欢迎大家都来加入 郑老师的LINE的官方账号 搜寻小老鼠STARMASTER 加入之后 你可以看到我盘中解盘文章 同时在留言郑老师最棒 你就可以得到 我精选的未来一个礼拜 最新一档标股 来帮助7月份 大家一起大转一波 祝大家收视你 明天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先线评估 定次负投资风险